这个女人满脸惊恐 因为刚出生的孩子是个畸形儿 强迫症丈夫更是想将孩子活活摔死 直到这天 她终于忍受不住 将孩子锁在屋内 吊死在了房中 而二十年后 这个屋子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警察来到医院 找到幸存下来的两人 他们分别是小美和她的老师 醒来的小美 说出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原来一年前 无父无母的她被蒲老师收留 而老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为了让老师开心 召集她当年的学生回来参加聚会 最先过来的是小帅 她跪坐在老师身旁 对方亲切地握住了她的手 但她似乎想起了不好事情 连忙正拖着起身 离开前还回头说道 老师您一定要好好活着 等我们来报答您 没听出言外之意的老师连连点头 接着过来的是班长和学伟 他们即将结婚 老师直夸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旁边的班长阴阳道 您当年可不是这样讲的 说我们是穷得很般配 一连被几个学生翻旧账 老师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好在学伟及时解围 让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这个开豪车的是顺机 路上碰到瘸腿的提尾 两人一起赶到 一进门他就激动地和老师拥抱起来 还问老师记不记得自己 提尾跪坐在旁边 老师问起了他的瘸腿 他还傻笑着说 就是当年你嫌弃我的运动鞋不好 罚我深蹲 导致第二天跑步时摔伤了腿 老师有点尴尬 说自己年纪大计不轻了 提尾这才变了脸色 而最后到的是班里的害羞鬼 他才是受老师迫害最大的 当年因为不小心拉肚子 被老师点名批评 还让他出去罚站 导致他被全班人嘲笑 大家看到他的到来还很吃惊 晚上 一行人围坐在桌子旁边 说说笑笑 磕大的班长 受不了大家明明装着心事 却又假装不在意说样子 一脚踢翻了烧烤架 独自来到海边来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闪现一个人影 举起小刀划破他的皮肤 一下两下 他倒在沙滩上挣扎着往前爬去 但是却被对方无情拖走 等睁开眼 发现自己被绑在凳子上 对方将刀片一个个掰断 就着开水灌入他的口中 另一边 学尾发现班长不见了 独自出来寻找 不经意间回头 发现自己的屋子里有人影 以为是班长在里面 殊不知等待他的是同样结局 老师能有多败金 教师杰当众拆礼物 同学送的廉价袜子 他随手扔掉 一条昂贵的丝巾 直接戴在脖子上 而一张写满老师我爱你的贺卡 更是被轻蔑地拿给全班展示 那些送不出昂贵礼物的穷人孩子 则是会当众羞辱 受全班嘲笑 转眼20年过去 当年的老师已下身瘫痪 而当初那些穷人学生 趁着老师的生日宴 欢聚在一起 报答老师曾经的恩惠 他们仿佛放下了过去的恩怨 一行人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晚上学尾给老师洗澡 又说起了当年自己花了一晚上 送出的明信片被他嘲笑的事情 老师说那是很珍贵的礼物 对方却并没有相信 转身去洗浴球 这时瘫痪的老师突然滑入水中 他拼命挣扎 但一旁的学尾还沉浸在回忆当中 就在这时 小梅走了进来 将老师扶起 学尾这才反应过来 好在老师只是受到了惊吓 回到房间的学尾 以为班长就在屋内 他先在屋内换着衣服 躺在床上和对方聊天 可是却一直没有回应 他缓缓起身 一把掀开被子 却发现躺着的是一只玩偶 刚叹口气 床底却突然伸出一只手 等醒来发现 自己全身被胶带绑住 对面就是折磨的 奄奄一息的班长 现在轮到他了 他瞪着眼睛向对方求饶 而面具男拿着订书机 直接挖出了他的眼睛 另一边 小帅躺在床上 脑海里全是过去恐怖的记忆 他起身拿起药瓶 疯狂地往嘴里倒 而后独自一人来到海边 突然看见穿着婚纱的老师 正笑着朝他走来 吓得他顿时惊醒 发现面前的是瞬机 而此事房间里只剩下体尾 他拿着酒瓶大口的往嘴里倒酒 发泄般地垂着自己泼脚的腿 借着酒精 直接来到老师的房间 报复的机会就在眼前 他刚想下手 这时窗外突然出现一个面具男 吓得他跌倒在地 赶忙跑出屋外 但还是被对方一棍子敲晕过去 睁开眼 自己的手脚全部被铁链锁住 身上爬满了蚂蚁 面具男也再次出现 温奇铁锤就往他身上砸 发出的声音惊醒了睡梦中的小美 他来到地下室 打开灯 被眼前的三具尸体吓得失声尖叫 此时海边唠嗑的两人也发现不对劲 感到地下室的小帅 看见蹲在地上的小美和尸体 并没发现正元 他怀疑凶手就是正元 而此时外面的瞬机突然降门栓上 来到老师房间 想做一个了结 这个女人摘下墨镜 露出一双整容失败的眼睛 而这一切全都拜老师所赐 愤怒的他推着瘫痪的老师来到悬崖 在即将推下的那一刻 学生小美突然出现 争斗间 他被对方扑倒在地 跌落悬崖当场死亡 这个女人就是瞬机 上学的时候因为肥胖 被老师揪着肚子嘲笑 所以之后他疯狂减肥 在老师的生日会上 他将同学锁在地下室 想将老师推下悬崖 这时 地下室的小帅用铁锹砸开了房门 而小美也发现老师不见了 他拿着手电筒 在悬崖边找到了他们 就回了老师 刚回到屋内 就被埋伏好的小帅一斧子砸晕 他将老师拖到地下室 想要一把活想了结对方时 面具男出现在他身后 争斗间 他被对方死死掐住脖子 眼见的他看见地上掉落的圆规 一把拿起刺中对方的脖子 顿时鲜血直流 而他也被对方扣下了双眼 渐渐没了动静 战斗结束的面具男缓缓转身 看着躺在地上的老师 摘下了面具 露出的是正元的脸 他举起凳子对准老师想要砸下 突然想起活着也许比死了更痛苦 于是将凳子放下 靠在墙上 小美帝讲述到这里就结束了 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正元 他们召集人手 来到对方家中 却发现屋子中央坐着一具风干的尸体 就是正元的母亲 但警察很快发现不对劲 柜子里的衣服 和桌上的首饰明显是女性的 而正元是男的 墙上贴的报纸显示 T尾没有受伤还拿了运动冠军 而瞬机也成了名模 这推翻了小美的讲述 这时法医的检查报告也出来了 原来四人全部死于中毒 据说他们每年都要回来聚会 而受害者的同学名单里 也没有小美这个人 此时的小美 推着老师来到海边 老师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那个没钱送廉价袜子的是她 借力赛摔倒被老师罚的是她 田间飘来粪便的味道 却被老师嘲笑拉裤子的人也是她 母亲得知想要找老师理论 却在路上被车撞倒 直到一年前母亲去世 她才来到身边假装照顾她 老师对其他同学一直很和善 看着曾经嘲笑过自己的人 一个个功成名就 她终于实施了自己的报复计划 在聚会的蛋糕里下毒 当着老师的面一个个杀害她的学生 至于为什么会留下她 就是要让她痛苦地活着 说完一番话 小美缓缓往海边走去 之后纵身一远 跳入海中 目睹这一幕的老师摔下轮椅 大声呼喊着小美的名字 影片结尾 海边只剩下一只轮椅 老师已不见踪迹 至于是被人救走 还是心灰意冷跟随小美而去 我们无从得知 但为人是表 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 言行举止应该更加谨慎 也许你的一句话 一个举动 就是压死学生心里的 最后一根稻草 话说回来 现实中你们有碰到过 这样的老师吗